明瞻火警冒著濃濃黑煙 消防隊員不水線灌救 总算把火扑灭 附近居民都很紧张 因为附近有瓦斯航 一旦火势蔓延 那还得了而且 太夸张了 瓦斯航小小1000 但钢瓶数量却不少 马路上放了好几十桶 人行道也是 甚至部分瓦斯桶 在阳光下曝晒 实际数一下 大马路上放了 30多桶瓦斯钢瓶 恐怕会让汽机车 不小心撞到 人行道上也有七桶影响通行 这些放滚下去会有危险 是因为没办法放在这里 对啊 对啊 警察接到民众检举来劝导 瓦斯行业者才出门 把钢瓶收进屋内 解释因为店里放不下 才会放到大马路跟人行道上 没多久消防局也来稽查 将未开封的瓦斯 放在置于室内 然后不要还是尽量 不要将钢瓶放在那个 阳光直晒的地方 消防局机查结果瓦斯钢瓶 没有存放过量 但不管是不是空的 都不能直晒阳光 高温恐怕会引发气暴 在用人行道跟大马路 警方也来劝导 如果不改善 也将依法开罚1200到2400元 希望业者不要拿生命危险 开玩笑 记得欧国家王苏宏 高雄报道